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到了1998年事件死得非常惨烈 那么从此之后台湾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反抗时期 就是文化启蒙用文化运动 特别是现代性的社会运动来反抗日本 那么这个反抗呢就不再是过去那种 就是纯粹民间诉诸于极端的愤怒的直接的反抗 而是从思想上先把民众唤醒 唤醒了思想的觉醒 而后参与了社会的运动 甚至于参与到日本的政治体制里面去 所以有像林献堂 像蒋渭水 他们通过文化协会的文化启蒙 或者通过议会请愿运动 跟日本的议会的议员结合 乃至于像农民运动 跟日本的劳动农民党 日本的农民组合 乃至于日本共产党结合起来 所以我们上次也讲到台湾有共产党 其实台湾共产党的本质上 是属于日本共产党的台湾支部 也就是因为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 所以台湾共产党其实是属于 日本共产党的一部分 那么在1928年 也就是20世纪初1928年的时候 日本内部军国主义抬头了 然后在内部镇压他们的共产党 因此有我们讲过的315事件 那日本镇压之后开始逮捕台湾的 那因此在讨论这段历史的时候 其实我有许多朋友会问我说 那你为什么会是对于日本的这些左翼 或者日本的社会主义学者好像有一些特别的感情 那我想讲的其实不是什么特别的感情 或者因为他们左翼右翼 而是我想讲的是说任何一个民族本身 它内部其实也是分歧的 正如同我们看到今天的台湾社会 有蓝的有绿的有独派有统派有社会主义 也有资本主义也有自由主义等等 那么这些学者在一个社会里面代表了不同的思潮 所以当我们在看待一个社会的时候 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全称 所以你不要把日本当成一个全称 好像日本全部都是军国主义者 都是极右派的 都是属于靖国神社的崇拜者这样的人 不是日本里面还是有左翼的 甚至于有社会良心 像我们讲过的自由主义学者 史内元忠雄 就非常同情台湾在帝国主义下的统治 那因此我很不喜欢人们用一种全称的方式 去称呼一个民族 说日本人就是都是怎么样怎么样 日本人就怎么样怎么样 乃至于说中国大陆也是说 中国人就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支那人怎么样怎么样 我非常不喜欢 甚至于觉得这根本是不科学的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学术的 甚至于不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在讲的 这是一个愚蠢的说法 你把一个民主当成一个全称 这样是不对的 所以我为什么讲日据时期 这段历史会讲的特别细 因为我想讲的是说 即使台湾作为被日本所统治的殖民地 还是有日本的社会主义学者 日本的社会运动者来同行台湾 所以派律师到台湾来帮台湾老百姓 帮台湾受压迫的社会运动者 跟日本的殖民政府打官司 他其实在帮助弱小者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比较冷静 去看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我们要知道他内部还是有不同思想 不同的思维方式 那么这才是一个完整看待一个国家 而不是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全称 好像用这个全称就可以把它说死了 比如说吧 最近我们最常听到就是说 以色列如何如何 犹太人如何如何 特别是哈马斯去攻击了以色列之后 以色列总理纳塔尔雅胡 对于加萨地区的那种攻击 已经超出了人道的极限了 那对于联合国运送过去的救援物资 运送到达的时候 那里贫穷缺水缺食物的这些难民们 围过来聚拢过来的几千上万人的这些群众 他们居然可以用飞机去轰炸 用大炮去轰炸 一次炸死了几百个人几千人 这样的一种方式 全世界都受不了 更何况还有联合国派去的一些人道组织 他们叫中央厨房 那么他们供应食物给难民 供应援助给难民 那他们对全世界各地的难民 有一个比较全盘的了解 就像无国界医生一样 他们来自于各国 有加拿大美国波兰等等的 结果呢 以色列炸了他们 杀了七个人 你想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 因此我们会听到一种说法说 真的我觉得这种种族主义的说法很可怕 他说犹太人就是这么恶劣 犹太人就是如何如何 那好像犹太人是万恶不赦的 就像我也听过有人悄悄的说 他知道这是政治不正确的 他就会悄悄的说 哎呀当年犹太人如果被灭了 这个世界就不至于这么恶劣了等等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残酷的说法 因为我看过一个以色列作家 这个以色列作家写播一本小说叫做直到大地尽头 这个作家其实是反战的 他呢写的是什么 写的是他的孩子退伍了要回家乡 他好开心啊 这个母亲 这个作家写一个母亲 主角是一个母亲 这个母亲非常开心在等待他的孩子要归来 想不到孩子要归来之前呢 突然又签下去 他要继续服兵役 要奉献给国家 他妈非常难过 因为他觉得在战争的前线 就像今天在 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一样 你随时在前线可能会死掉 哪一个地方会危险你都不知道 所以他妈妈就没办法了 他没有办法看到他儿子在去服兵役之后 他继续在家里等待 因为他觉得在家里等待 就会可能半夜两三点的时候 听到敲门的声音 而那个声音是在告诉你说 你的儿子在前线阵亡了 他没有办法这样忍受 乃至于作为一个以色列的公民 一般的公民 他平常出门要盘算说在公车上 要坐在哪一个位置会比较安全 甚至于他想要去拜访亲戚 还要穿过重重的检查哨 所以这个母亲叫奥拉 他眼睁睁看着儿子再度入伍 他就是永远在那里恐惧战争 等待战争等待死亡 他没有办法再忍耐了 他决定拒绝他 拒绝守候在家里 所以呢 他按照他的计划 去找来过去他的一个朋友 也就是他的旧情人 结婚之前的旧情人 两个互相了解的 他踏上他们青春时期的 记忆之旅 生命之旅 他一边在记忆之旅里面 像流亡一样 像逃避死亡通知书一样的 到处流亡 然后再回顾以色列的历史 让他们的记忆重新找回来 找回什么 找回说说以色列 或者说一个犹太人 在他的生命里面 也不应该只有战争 他应该还有和平 还有爱情 还有他的阅读 他的知识的成长 他想要把这样的一种 人性的 内在的 愿望表达出来 所以这个作家 以色列的作家叫 格洛斯曼 他的这本书一出来 这本书叫 直到大地尽头 一出来 马上变成以色列的 畅销书排行榜 甚至于在 美国 英国 德国 荷兰 等等 二十几个国家的 这种版权都卖出去了 那么 这本其实就是一本 非常反战的书 我相信 这个作家 乃至于 以色列的许多作家 都在反对 纳坦亚乌 现在 对于 加萨走廊的那种 轰炸 那种战争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们不要把一个民主 一个国家 当作一个总体的 名称 一个代名词来说 他们的好或者坏 这当然包括了日本 乃至于包括了 我们对于中国 对于菲律宾 对于周边所有的国家 甚至于对于 北韩也一样 我希望我们是一个 比较 人性的从人出发的 而不是从政治 只看到政治的 统治者的那一面 同样的 日本统治台湾的时代 日本也不是一体的 所以 像我的父亲母亲 受过日本教育的 这一代人 他们会感念日本老师 那么好的教育 他们 我的母亲也是 非常感念她的老师 小时候 那么注重她的教育 对她那么好 所以 即使日本在 统治台湾的时代 对于台湾内部的反抗 还是有很多帮忙的 就是有她内部的 这些左翼团体 但是当日本 在1928年 开始逮捕 他们的这些 社会运动团体 几乎逮捕到 没有声音的时候 日本军国主义的 独裁的手段 就用来对付台湾了 他先把日本解决了 回头对付台湾 而台湾这些 原来的社会运动者 这些 跟日本社会运动 结合起来的团体 怎么可能晋升呢 那特别是农民运动 一定要起来 做最后的反抗 可是我们上次也讲到 1930年代 这些人都陆陆续续 被逮捕了嘛 所以最后他们就 组织了一个什么 组织了为了被逮捕的 受难者 而成立的救援会 他们叫赤色救援会 赤色当然就是红色的意思 也就是呼应了 农民组合的左翼倾向 也呼应了 日本共产党被抓了 所以日本共产党 他们也成立了赤色救援会 那么台湾这边也成立 赤色救援会 两边是互相呼应的 那台湾呢 就走得非常困难 为什么 主要领导干部都被抓了 没有被抓的 主要的领导人是谁 是简吉 为什么 因为他在1929年 就先被抓 关了一年 所以当他们开始逮捕的时候 简吉还在坐牢呢 等到简吉出来的时候 其实各地的主要负责人 都不在了 他就要负起 所有这些责任了 那还好 他很受人家信任嘛 所以我们讲过的 这一个农民运动的领袖简吉 他开始要指挥群众 指挥这个最后的反抗 这个整个过程 其实充满了神秘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在地下活动 连日本人都搞不清楚 日本人是逮捕了很久 从1931年 也就是昭和六年 一直到八年 就三年的时间 连续到处抓捕 然后摸啊 逮捕了三四百个人 终于把情况摸清楚了 然后开始结案 结案之后 日本就很得意 在他们的台南新报上面 出了一个特刊号 这个特刊号叫做什么呢 叫台湾赤色救援会 号外特刊 这个号外就是要讲 他们怎么去逮捕 这些人的过程 我曾经看到那个特刊 就是1934年 那个报纸的特刊 1934年6月13号的报纸 很好很破旧 后来我们认识的一位朋友 他请人把这些内容翻译出来 所以我就想讲这一段这个故事 因为太有趣了 那么在这个赤色救援会的特刊里面 日本殖民政府用一种 很欣悦的欣喜的 终于全部逮捕的心情 然后充满反讽的 高兴的去报告他们 多么辛劳去抓到他们 可是你如果反着看的话 你难道不是看到赤色救援会 在那么艰难的条件底下 继续在反抗 而且反抗的那种那么精彩 那我们今天就是会来讲这个故事 我觉得太有趣了 那么日本殖民政府 在想要逮捕赤色救援会的时候 他认为什么呢 说主要的干部都抓了 现在只剩下一些基层的人 而这些基层的人 没有什么理论水准 他们不过是由一些 听惯了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这些主张的 盲从的群众来参加而已 所以他们是单纯的 没有知识的 愚昧的大众 可是他们因为没有批判性的服从 所以民主意识特别强 也就是他们台湾的意识特别强 那么又有很强的群众的执行力 那比知识分子厉害多了 而且因为他们盲动 所以有暴动的危险性 这日本官方的一种判断 可是问题就在于 剑辑可不是这样 剑辑可是一个小学老师 算是一个知识分子 所以他只会设计救援会的几个手段 是什么呢 第一个 他要去执行一些继续宣传 所以为了宣传给这些群众 所以他要写更简单的文字 因此他找了人写成什么 把原来社会主义的思想 写成了三次级二次级 那就是我们上一集曾经讲过的 很简单的这些宣传文字 那么他在派出谁呢 他的一个很得力的助手叫陈杰 杰就是打杰这个杰 杰术的杰 陈杰 他到哪里呢 到嘉义的祖企 祖企就是迭气 杰术就是靠近梅山那一带 靠近阿里山那一带 而当年呢 祖企跟竹山这一带是连结的 我们上次讲过 很早以前讲过 整个竹林 就是从嘉义云林到南头 整个是一个竹林 很大的靠近中央山脉的整个竹林 那个不只是竹林 它其实是靠 再更近去就是神林 就是原住民的地方嘛 可是因为靠近汉竹 所以大家种了很多竹子 用竹子来采竹笋 来过生活 所以那个竹林 在日本要把他们收归 然后甚至于称呼他们 所有的都是公有地 所以要建立一个职场 在此之后 他们就开始反抗了 有那么强的 那么长的反抗的传统 所以陈杰就到这边来 他变成一个农民运动 最好的基地 到这里来做什么呢 在山上要印刷 他们的三字集 这些反抗的文宣品 那么日本警方在官方的报告里面写着 带着很钦佩的心情说 从来没有想到 他们在海拔三千公尺的龙眼小屋里 变成他们机关报的印刷所 你想想看 台湾跑到海拔三千公尺的阿里山的 之上的海拔三千公尺 然后在轰干龙眼的小屋里面 作为机关报的印刷所 你可以想见这些农民运动者 多么艰难 那么陈杰带着他的助手 叫陈神柱的 就躲在那边的 一开始躲在章脑聊 就是我们都知道过去清朝时期 很多移民者 会到山上去砍章脑 那章脑的那一集故事里面 我们讲过了 章脑要先烧 像烘 就像煮咖啡一样 把它煮煮煮到 让它的蒸汽 把它的章脑的气熏出来 那么把它滤出来之后 然后变成章脑油 所以那是一个 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那因为章脑可以得到不少利益 所以早期有不少章脑疗 到高山上去 当然也不止这样子 因为山上长满了龙眼 而龙眼本身要运下来卖 其实很容易就干掉了 就不好了 就是说不适合贩卖了 更何况它又是很便宜 所以山上建了很多烘干龙眼的工疗 用小火山上的炭火慢慢烘烤 烘烤成为龙眼干 那龙眼干就更容易保存 然后更容易卖 那么他们就带着剪辑给他们的原稿 这些三字级二字级宣传的原稿 跑到山上去 带着一点点木来的钱 跟一些纸张 在山上干什么呢 腾血钢板 那在购买蜡子 也许我们现在的朋友 已经使用这种印刷机太习惯了 那最早期我们是用一种所谓的蜡子 写在蜡子上 蜡子后面是钢板 钢板写完了之后 再写上字之后 在蜡子上之后再去印刷 但是印刷久了之后 它就会模糊掉 所以就要重新再写一次 总之呢 它把这个机器呢 运到山上去开始印 1931年9月 终于二字级的这个册子印好了 有250册 三字级印了400册 还有机关报的第一号 叫做真理 也印好了 你可以想见在3000公尺上面 是这样印刷出来的 那印刷出来怎么运送到各地呢 当然通过农民 农民怎么运 从山上用扁蛋挑着 然后用山上的竹篓子 就是那种运龙眼 来运水果的那种竹篓 用闽南话讲叫Viro 就是像竹子做的一个螺这样子 然后把东西放在里面 上面再盖上一些水果 然后就这样掩护着 送到各地去 当然你一边掩护 你要其他地方 每一站每一站送过去 那送过去的搬运过程都很危险 因为你随时可能被发现 所以他们都要用各种掩护 有的时候用龙眼 有的时候用其他什么醋 或者用什么萝卜干等等 就这样子来掩护他们自己 但是因为他的过程太长了 你想想看 他从阿里山下来 到竹山到竹起 到梅山等等 然后再运到几个 各地的这种小小的杂货店啊什么 然后再运到各地农组的办事处 最后才运到台中的农组本部 然后农组本部还有一部分要发送到各个地方去 那整个流程非常长 可是你想想看 即使在这么艰难的情况底下 他们依然做到了 而且为了安全 沉洁还在很深很深 人烟罕至的溪谷里面 山上的溪谷里面 建了小屋 然后把腾血的用具都搬过去了 开始印制真理的第二号 而且为了救援运动 所以他就开始写真理第二号里面 写各种呼吁的文字 你就可以想见这个过程 日本要追查多么难 可是过程太长也会出问题 为什么 每一个地方的连接点 都可能会被看到 所以1931年9月的时候 在嘉义的小梅庄 也就是靠近现在嘉义梅山这里 那时候叫小梅 那梅山呢 有一个台湾人开的杂货店里头呢 一个日本巡查在巡的我的时候 发现了制射救援会的机关杂志 叫三字集 那他发现的时候 在11月中旬 还在竹山那里发现 同一类的这种宣传刊物了 结果他们开始发现说 哇原来这些印刷品 到处都在散发了 可见内情并不单纯 显然有很多地下活动在活动 那么就开始 特务机构就开始全面出面 全面搜查了 到12月4号的时候 在台南的高等课 就是什么呢 高等特高是什么意思 就是高等特务的意思 那么他的长官叫 中村警部的人 他就开始指挥了 从嘉义的主体 有数十个人 对嘉义的主体的所有张脑疗 还有张树的部落等等 进行搜查 一共逮捕了十几个人 这只是第一阶段 到了第二阶段呢 开始又转到其他地方去了 以台南为主体 从台南开始到台中高雄 布了第二阵开始搜索 那么这整个搜索呢 一直搜索了两年多 从昭和六年到昭和八年 遍及了台中高雄台南 动员了几百个警力 而且逮捕的人数呢 制色救援会逮捕所有 有关系的人多少人呢 350多个人 你就可以想见面积多么广 就是这样搜捕下来 整个制色救援会的组织 就慢慢被破获了 那么他们怎么破获的呢 那个过程简直是翻山越岭 非常精彩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头再来说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 我是杨渡 我们讲到了日本警察 查获了所有制色救援会的人 他抓了350几个人 你就可以想见 这个搜捕面积多么大 他们也非常吃惊 想不到制色救援会的组织 竟然这么绵密 人这么多 而且反抗那么顽强 执行力又那么迅速 你想想看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他可以迅速地扩起到 这么庞大的地方 所以日本才感觉到说 哇台湾这种内在的 反抗力量太强了 那么有趣的是 台湾新报出的 台湾制色救援会的特刊里面 曾经这么写着 他写着说 昭和六年 十一月的时候 中旬 他探知 有一个公民 就是一个农民 叫林水福 他拥有一些共产党宣传的 一些文件 一侦查之后发现说 他这个文件整个就是 跟台湾共产党 跟农民组合有关系的 很快就把他抓起来 连家属都抓起来了 然后还确认说 有一个人藏匿在什么 后山的杂木林里面 所以这个警部 这个警部叫佐佐木 然后还有一个指挥官 就是原来的特务 还有几个巡查 报纸里面说 他们很勤奋的 立刻骑着自行车 到过西警官的派出所 然后徒步沿着 溪水急行 走了两里之外 然后开始在杂木林里面 遍地搜查 结果没有找到 最后终于在野生棕榈树 密布的岩窟里面 就是岩石的洞里面 发现撞入汽油桶 跟麻袋里的钢板油印 整个的油印的文件 八百多份 那么知道说 这个文件是由几个人 做成的呢 是由张茂良 陈神柱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陈杰 就是陈杰 那么陈杰化名叫黄树根 总之呢 是由他们所写出来的 终于查出来 而且还有一些人帮忙搬运 那么从这一个线索 在追出去呢 他发现说 哇 他们整个必须追到更上游去了 就问他从哪里来的 就追到哪里 追到嘉义的竹企 后来跟竹企的这个警部 就是他们的警察局的局长 商量之后 对该地区彻底搜查 然后确定了 整个油印的场所在哪里 在竹企 张老辽里面 那么这个张老辽是谁诱的 一个叫张成的这个人 所以这一群警察们就立刻又骑了自行车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他们一直强调自行车 可见的当时自行车算是一个比较迅速的机器 显然当时车辆还很少 总之呢 他们又骑着自行车到竹企 到了之后 马上爬行 陡峭的山路 赶到竹企的张老辽 马上把他包围 他到达的时候 上午四点半哦 是在11月25号上午四点半到达现场 也就是连夜赶路 赶到现场去包围的张老辽 趁着半夜包围他 想不到 这几个人 陈杰他们三世跟张成方等等 他们都逃避了 后来呢 暗中打听结果 发现说原来他们 知道情形不对 马上跟在地的一个苦力 在山上做一个工程的 苦力的工头说 他们可不可以 去山上帮他们做工程 他这个人呢 是一个工头 他召集一些苦力到 阿里山的林务所要什么 要帮忙 建造一个搬运木材的铁路工程 也就是在那边建铁路 而这个铁路是为了搬 阿里山的木头下来的 于是 这几个人就应征苦力 然后跟着上到阿里山去了 总之就跟着苦力的 一群人一起上去 后来警方得析到 这几个人已经出发到 阿里山去之后 马上又追过去了 所以在11月29号下午 9点多的时候 他们到达了足起 然后这个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晚上之后 他们走了两里 也就是大概一公里的山路 到张老辽 那么走多久呢 走到上午8点40分 才去搭乘到阿里山的火车 然后在阿里山站下车的时候 已经下午两点多了 在这份报纸里面 他们说 阿里山是山域重叠 山巒重叠之地 南北九里 东西四里 范围非常广 在东北有三条路线 西部有一条路线 专门运木材的铁路 延长的工程 正在进行 而这整个苦力的工头 叫张明贵 他正在哪一线指挥呢 其实他们也不知道 所以他们最后一起去探厅 探厅到最后 终于知道 他们承软的工程 在第三区里面 那么就夜间的苦力工了 这个时候正在休息着 因为晚上了 当他们知道这种情况之后 所有搜查人员 加上八个资源的人 一共十九个人 马上向阿里山监视的 这个警察要求说 下午九点出发 到苦力的这个 救警的工疗区 要准备逮捕他们 那因为森林地带 起伏不定 而且晚上 他们没有办法用灯火 因为在山上 没有办法用灯火 怕发生森林火灾 所以在这一份报纸的 特刊里面 他们写说 他们靠着月光 定向前进 你可以想见 在阿里山的森林里面 一步一步往前走 走了多久呢 走了两公里多 一直走到什么时候 走到隔天的上午 十二点多 才到达苦力寮那边 马上把他包围起来 在他入口的地方 一举冲进去 结果就逮捕了一个 他们的公头 叫张明贵 但是陈杰 陈神柱 这些几个 科宣传品的人 都不见了 在搜查的之后呢 才知道说 他们转往另外一个 烧炭的小木屋里面 去住宿了 原来他们住在 离阿里山的 他的土名叫 藻之坪 在靠东边 就是大概 将近一公里多的地方呢 在实验林所附近 有一个烧炭的人 叫庄连坤的人 所经营的地方 他住在他的烧炭屋里面 很精彩吧 一步又一步 再逼进去 走着阿里山的山路 逼进去 好 这个烧炭屋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般的木炭 我们都知道 我们烤肉用炭 对不对 那么这个炭怎么来的呢 这个炭其实是木头 你用一种泥土 把它做成窑之后 然后里面装了木头 然后让它 木炭在里面 炭化 炭化就是让里面的空气 一些东西飞化出来 但是真正可以燃烧的 没有燃烧掉 那么它黑化之后 变成很容易分解燃烧的 那就是后来的木炭 因此木炭是制作出来的 并不是天生 就变成木炭的 所以这种烧炭疗 就是要把山上的木头 变成炭 做好了之后 炭就可以拿出去贩卖了 那么 这些日本警察 在12月2号的下午 9点多 就是晚上了 你可以想到 12月的阿里山天气已经冷了 而山上又湿 又有雾 又滑 所以 这群警察得到 阿里山派出所的警部 跟他的警察资源之后 他们各自变装 就是变成山上的这种 爬山的装备之后 徒步向目的地进发 他说 暗夜中无法使用灯火 加上结霜甚厚 造成路滑 险向环升 他的进程非常缓慢 山路越走越陡 越走越陡 有时候只有原木一根当做桥 或者藏 一百多公尺的吊锁 挂在深谷之上 而且倾斜的斜度是45度 然后爬过45度的吊 桥往上爬 经过这么多危险的山路 才前进了大概两公里 那么到达探窑前面 大概一百多公尺的地方 马上各自换为青霜了 因为他们要开始准备战斗了 浮浮前进 爬到十多米的地方 挣扎 他确认说 探窑里面有裹着被子 救醒的两个人 于是一用而上袭击 不料两个人没有安然入睡 立刻反应很快 起身逃跑 左手墓紧紧的这个警察 紧紧的去抓住一个叫 黄树根 其实就是陈杰 抓住陈杰 陈杰也很勇猛 就跟他一阵格斗之后 他们几个警察又一勇而上 把他押住逮捕了 这个时候再查下去 其他陈杰跟陈森柱都被逮捕了 那么再查下去才知道 原来所有事情都是他们所干的 而这个时候 他们已经到达三千公尺的 他们所谓的龙岩小屋 或者烧木炭的公寮里面 才终于逮到了 你就可以想见 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日本人的特刊里面 他们要宣扬他们多么伟大 就说左手墓井部跟部下 整个在这个过程排除万难 苦心惨淡 终于逮捕到陈杰 也就是这个里面最最强大的人 可是你如果反过来看 这难道不是证明了农民组合建立起来的赤色救援会 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 这个群众基础让他们可以到达阿里山的山上 得到群众的掩护 而且不断转移 连地方上的公头都在掩护他们 而整个阿里山区是 台湾原住民跟汉族在山顶在做山 就是种田的农民共同的生产的根据地 贫困的汉族农民跟原住民是对地形最熟悉的 而且这个地方阿里山四通八达 往北可以连接到台中南投那一带 往南连接到高雄 所以随便一个山洞公寮 只要有当地农民来掩护 其实都是一个很适合隐藏逃亡的地方 你想想看 何况山上的农民跟原住民 他们生存的办法训练有数 有一包盐有一点米 他们在山上就可以生存下来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难破获的过程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陈结是一个关键人物 而陈结真的像传奇一样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头再来说说陈结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 我是杨杜 我们讲到台湾农民运动 有一个关键人物叫陈结 他真的看照片很帅 特别是发在那个特刊里面的照片 他帅的其实有点像阮金天那个样子 短短的头发 然后眼神非常明亮 当然比他帅多了 比阮金天帅多了 因为他有一种纯朴的强悍的质朴的生命力 他是台中的草屯人 他是嘉义农林学校毕业的 所以算是受了一个高中以上的教育非常不容易了 因此他是农民组合里面非常重要的干部 由于他的个性非常坚异 所以他在农民组合里面一直都是从事秘密的工作 他能够在3000公尺的高山上 在森林的石洞里面隐藏文件刻钢板 在最恶劣的环境里面 还能够做他们的二次级三次级宣传刊物 真的非常不容易 那么他潜入主企之后 他事实上住在一个朋友叫张成芳的 他独立的屋子里头 那么张成跟他的祭祀 就是他第二任的太太 带了一个什么呢 他第二任的太太跟前夫生了个女儿 这个女儿叫黄景 那黄景就在这个时候 帮助张成带一些资源的物品 到山上去给谁呢 给陈姐 那黄景是一个年轻的 身体也健康的少女 所以日本官方报告里面说 她是乡间少见的美女 教育程度是工学校毕业 而在知识上呢 她对陈姐有相当的敬仰 所以在高山上 很刻苦奋斗的日子里面 黄景一边帮她送食物 送资源的纸张 印刷啦 包括蜡子等等 所以慢慢就变成她的同志 甚至于帮她课纲板里面做协助者 同志慢慢又发展成为情人 报告里面说 她对陈姐的理想主义情怀 她钦佩得不得了 最后两个人生死与之 陈姐在山上所堪行的 二字极 三字极 真理报等等的 这个黄世锦全力帮忙 然后甚至于帮她运送 可是陈姐开始逃亡以后被捕了 陈姐是一个很硬气的男子 陈姐不愿意交代剑籍农民组合 乃至于赤色学员会的内情 被日本警察言行拷打 言行拷打 拷打到最后活活被打死了 真的就这样活活被打死 狱中所有被捕的农民组合 乃至于在狱中的所有 社会主义社会运动的同志 听到这个消息 全部痛哭失声 为什么 因为他们看到陈姐那么英俊 那么活跃的一个 结实的一个年轻人 就这样活活打死 太残酷了 结果农民组的赵岗跟谢雪红 这个时候都被关在台北 他们无视于监狱里面的压力 在监狱里面开了一个 隔着监狱的铁栏杆 大家互通升息 决定一个晚上 有一个晚上 为陈姐开追悼会 赵岗跟农民组合的干部 开始讲陈姐的生平故事 来自于讲她怎么到各地去 多么勇敢 她小时候怎么长大的 整个战斗的历史讲一遍 抗议日本政府的暴行 最后大家一起高唱国际歌 悼念陈姐 他们情绪激动 高声呐喊 连监狱的当即都震惊了 当然 故事的最后还是 这个帮助了陈姐的黄景 最后怎么样了 她其实非常悲伤 然后她最后呢 失去了这个终身革命的伴侣 度过了最刻苦劳动的 可是 陈姐被抓了之后 她也没有办法去追查了 最后 也没有人知道 她流落何方了 只剩下日本的警方 这个特刊里面 用很低级的口文写什么 她写说 潜伏山中的 美丽女子黄女 现在不知在何方 追尸死去的情夫 事实上 他们死生已知的情感 不知道最后如何 我觉得就这样的口气来写 真的是很轻挑的 然后最后 日本警方进行全岛的大逮捕 追捕赤色救援会历史两年多 所有的关系人 除非流亡到日本 大陆 比如说杨春松 或者其他人 其他人全部都入狱了 那么农民组合文化协会 赤色救援会 所有左翼革命的运动 就宣告结束了 当然剑吉作为主要领导人 也很快就 一开始就被逮捕入狱了 而且他是台共的中央委员 是第二度入狱 所以在被所有被逮捕的 这些台共的党员里面 他是唯一一个 被求刑八年 最后判决十年的 也就是判决比求刑还要重 你就可以想见 那是一个多么重的一个刑期 那其他台共的中央委员里面 有判亲信 也就是我们上次讲过的 他跟简儿恋爱 简儿还坏了 他的孩子的这一位先生 那么他刑期十五年 谢雪红判刑十三年 朱新十二年 王安德十二年 等等等等 也就是每一个人都十来年的 这样的刑期 就这样子 可是故事有这样结束吗 当然不是 关了十年十二年之后 出来的时候呢 大概就是一九四二年 四三年的时候 那时候日本已经跟美国 在打太平洋战争了 而且打得非常之惨烈 所以很多人根本没有食物 是因为日本进行食物管制 包括米包括猪肉 那些猪如果每一个农村里面 他要过年过节杀一只猪 都必须跟警察报告 说他要杀猪 因为这些猪是必须上脚的 连猪肉乃至于你要杀的这些 鸡鸭等等都是被控制的 所以民众生活非常之苦 而释放出来的苏新 做了什么事呢 苏新写了一本书 教民众怎么养白兔 有意思吧 为什么 因为兔子不在他们的食物控制范围 所以民众可以养兔子 而兔子呢 其实是杂食性的动物 好 我们看到的兔子都说 他吃那个小白兔 在电视上都是吃红萝卜 对不对 其实错了 兔子会吃任何的青菜 乃至于他也会吃 好 我大学时候养过兔子 兔子会吃卤肉饭 有一次我卤肉饭没有吃完 放在垃圾桶 结果那是兔子啪啪啪一下跳进去 开始跟卤肉饭 以及卤肉饭旁边的一块排骨的骨头 非常杂食的动物 当然兔子也会吃 我大学时候住在一个农田的旁边 农田里面种了地瓜 上面很多地瓜叶 他也喜欢吃地瓜叶跟地瓜 很难想象 所以兔子其实是杂食性的动物 那么苏星为了帮助老百姓 过那样艰难的没有肉的生活 就教大家说你就怎么养兔子 兔子也活得很快 很容易繁殖 一生都生了非常多次 所以他写了一本书 就教大家养兔子 那谢雪红呢 谢雪红回到民间之后 他跑去找杨克黄 就是原来农民运动 农民组合里面的杨克黄 那杨克黄跟他到了台中大坑的山上 去隐居起来 因为他其实没有任何活动空间了 特别是在黄民化运动之下 都没有活动空间 而剪辑呢 剪辑更艰难 为什么 因为剪辑一出来之后 坐了十年的牢 没有任何假释 一天都没有 足足十年的刑期 其实这中间每一个都一样 结果剪辑在狱中 毅力坚强 他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 总结岛内 就是台湾的社会运动 叫做什么 叫台共的十年 这样一本书 最遗憾的是 这本书的书稿被殖民当局 一再追查之后 被扣留最后散失掉了 这实在是台共的损失 也是台湾史的损失 那么以剪辑的角色 特别是他对农民组合实际的战斗经验 而且他那么深入 台湾社会底层 还跟日本劳动农民党 日本农民组合有那么深的交情 他其实对于整个台共的理论 历史分析 现状分析 有非常深刻的理解 他写台共的十年 想必是非常重要的文献 好可惜就这样消失了 而在这个时期 他已经38岁了 他坐了十年的牢之后 最后出来了 继续被监视着 而在被监视里面 其实所有的人都失去了活动的空间 一直到二次大战结束 日本在两颗原子弹之下 无条件投降为止 这就是赤射救援会最后的结局 但是整个大局使我们看到什么 我这一集讲的其实就是在阿里山 即使在那么艰难的情况底下 台湾农民 台湾社会 依然有那么坚定的反抗者 在高山上 3000公尺的高山上 在那样深的黑夜里面 在那么寒冷的地方 用蜡子 一个字一个字 刻着三字极 二字极 只为了唤醒农民 起来反抗 你就可以想见那样的一颗星 在那样的黑夜里面 是多么明亮的一颗星 闪耀在阿里山上的 高山的小木屋里面的 一颗反抗之星 好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 谢谢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连坐杀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